大家好,我是焦魔力 减肥找对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 最近用柠檬和黄瓜这样吃,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一个月的时间竟然瘦了20斤 而且还不反弹 最主要是做法和食材都特别的简单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根清清绿绿的黄瓜 先加入少量的清水,把黄瓜的表皮湿润一下 接着再往黄瓜上面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再下手把黄瓜的表皮搓洗干净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它可以有效地把黄瓜褶皱里面细小的脏东西和灰尘给它吸附干净 认真仔细地给它搓洗一下,这样吃着也放心 大家可以睁大眼睛看一下,这水也已经变得非常的浑浊了 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用流动的清水把黄瓜彻彻底底的给它冲洗干净 冲洗掉黄瓜上面的面粉和脏东西 这样冲洗过后的黄瓜就非常的干净了 就算是连皮一起吃也非常的健康 接下来再把洗干净的黄瓜去头去尾 再把它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我们切一半就可以了 再改刀把它切成粗一点的长条 夏天的黄瓜最好吃,带有它本身的一种清甜味 很多减肥路上的朋友都是把黄瓜当做主食来食用 它不仅可以凉拌或者炒着吃 还可以当做一种水果来食用 切丝之后最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新鲜的柠檬 加入少量的清水把柠檬的表皮湿润一下 再往上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下手把柠檬的表皮搓起干净 商家为了能更好的销售 都会打上一层果辣 食盐具有颗粒性 它也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用它来清洗柠檬会洗得更加的干净 给它多搓洗一会儿这样吃着才放心 搓洗好之后再加入清水 把上面的盐分和脏东西给它冲洗干净 这样清洗过后的柠檬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 接着再把洗干净的柠檬去头去尾 头尾干巴巴的没营养而且还比较苦 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尽量把它切的薄一些 这样能更好的激发出柠檬里面的香味和作用 我们切一半就可以了 另一半留着下次再用 切好之后再把里面的籽去掉不要 柠檬籽非常的苦而且不好吃还会影响口感 很多朋友都喜欢把柠檬切成片用来泡水喝也非常的美味 全部处理干净之后装入碟中备用 最后再准备几根芹菜 芹菜有两种 一种是香芹 一种是西芹 我今天准备的是香芹 先把芹菜的叶子摘下来 芹菜的热量非常的低 不管你怎样吃都不会胖 摘下来的芹菜叶子不要扔掉 可以用它来烙饼或者是做汤都非常的美味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芹菜切成2-3厘米的长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电热水壶 里面还带了一个过滤网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食材依次的放进来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全部放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盖子插上电源 然后按开始键功能我们选择水果茶 让它煮上15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之后再把它放至温热 然后倒入杯中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纯天然的蜂蜜 家里没有的话不加也可以 味道也非常的美味 将它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开喝了 它的口感酸酸甜甜的喝起来非常的好喝 味道非常的独特 里面有柠檬的清香味 西芹的香味 还有黄瓜的清甜味 喝着口感非常的清爽 夏天正是减肥的最好时期 用它们一起来煮水喝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用料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的作用就可厉害了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先点赞收藏起来试试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焦蘑莉天天分享